农历八月即将来到,俗话说八月秋风震震凉,一场白露一场霜,气候很快就要从炎热的夏天过渡到秋天,而人们的身体还没有适应过来。 太快了,前几天还穿着短袖这只雪糕,今天就面对冷嗖嗖的秋风。 在这样多变的天气里,专家提醒人们应入医做好感冒的防治措施, 据了解,每年夏秋冷暖交替的时节,各地门诊、医院都会接待许多出现打喷气、流鼻涕、咳嗽甚至高热症状的感冒、流感患者。 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气冷又变化,应该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。 另一方面,也与人们不能及时增减、医务有关。 今天穿得多,捂出一身汗,明天穿得少,感受了风寒。 这时,一旦遭遇感冒病毒侵袭,就很容易发生感冒。 所以进入秋季,人们一定要做好对感冒的预防工作。 一般来说,感冒最容易感染的就是免疫力较弱的人群,主要是儿童和老人。 因为儿童的免疫系统还在发育过程中,自身抵御外来病毒的能力不是很完善, 老年人则身体免疫功能减退,自身呼吸道保护机能下降。 一旦患上感冒,有可能会造成肺炎、心肌炎、肾炎等严重病发症,甚至危急生命。 此外,从中医角度看来,很多人平时总是出现嗓子痛、牙咽肿痛、口腔溃疡等伤火症状。 这也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信号,容易遭遇感冒病毒的侵袭。 防止感冒的六个绝招,怎样才能有效防止感冒呢? 生活中其实,有很多使用的小绝招,大家不妨一试。 No.1多吃蔬菜水果去研究。 多吃蔬菜水果,尤其是红色,橙红色或棕红色的蔬菜水果可防感冒。 如西红柿、红辣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洋葱、红苹果、红枣、柿子、山楂等。 这些蔬菜水果中复含能增强人体质是细胞活力的胡萝卜素,可协助提高免疫力。 No.2时常挫掌按摩,可以用挫热的掌心按摩鼻梁两侧、脸颊、耳朵等位置。 这些位置汇集了太阳、银箱等很多重要血位,时常按摩可强身健体,从而预防感冒的发生。 No.3每天热水泡脚 热水泡脚是抵御感冒惊喜的一种最舒服的方法。 因为脚石人体经脉汇聚处之一,分布与脚部的血尾多达60多个。 每天用热水泡脚15分钟,将双脚抛制发红。 再加上脚部按摩,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提高集体免疫力。 No.4坚持盐水漱口 每日早晚或三餐后用淡盐水漱口,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方法。 尤其是咬头寒舒适盐水充断充洗盐度效果更佳,可以清除口腔内的病毒、细菌、减少感冒、流感的发病风险。 No.4注意防寒保暖 根据自己的身子结合气候变化随时增减。 以防寒保暖、衣着腰松软、轻便、贴身、浅浸在大汗淋漓后,脱下衣服,或在风口处休息,以免感冒病毒趁虚而入。 No.4常被防治药物中药莲花轻温将防止防治感冒、流感的家庭常备养。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、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权威机构实验证实,莲花轻温将能对甲型流感病毒、HEN1、H3N2、隐形流感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抑制节套作用。 对于普通感冒病毒,如呼吸到荷包病毒、腺病毒等也有很好的防治作用。 莲花轻温中含有的银花、莲胶、半劳根、矿种等药物可以轻温戒毒,尤其是生石膏可以经费泄热、蛋黄可截断疾病,向人体内部的传辩,压果毒从大便排出,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感冒、流感的发病基础。 此外,莲花轻温胶盲盲中,还加入了西藏耐高寒、耐缺氧植物红颈天,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,是居家防止感冒的必备良药。 谢你